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我叫阿凡,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讲述,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復出乐坛,1995年到2003年。1995年,张国荣推出唱片《宠爱后》,正式宣布復出乐坛,收录于唱片的粤语主打歌追,粤语,追,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。 而追,粤语,追,一曲,成为电影金之肉业主题曲,顺利奪得香港电影金像奖,最佳原创歌曲奖,奠定下乐坛地位。 总外在全亚洲的年度销量突破200万张,在香港本地销量高达33万张,并位居IFPI香港分会公布的全年唱片销量榜榜首,其在韩国的销量,更超过50万张。 再次刷新了华语唱片在韩国的最高销量纪录,而张国荣也凭借该唱片,奪得十大中文金曲年度最高销量歌手大奖。 此后,陆续推出多张唱片,皆取得销量皆职,并且获得广泛好评。 1996年,推出唱片《红》,同年12月12日至1997年1月4日,于香港红磡体育馆,举行跨越97演唱会24场,世界巡回演唱会60场,其中他在日本举办的6场演唱会,打破了香港歌手在日本开演唱会的长次纪录。 1998年,发行EP这些年来,以及国语唱片《春天》。 1998年,与日本摄影师称永安雄,于澳门拍摄写真集《All About Leslie》。 1998年6月,约满滚石唱片公司。 1999年7月,张国荣签约环球唱片,之后发行专辑陪你倒数, 于《童年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》上,获得金针奖,成为第一位的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,又荣英金像奖影帝的香港男艺人。 童年发行的歌曲左右手,横数个个乐坛颁奖典礼。 2000年7月,于香港红磡体育馆,举行热情演唱会19场,世界巡回演唱会43场。 还请来法国时装大师让保罗高提耶·Jean Paul Gaultier,负责演唱会服装设计。 因受到乐迷的热烈欢迎,被美国时代雜誌赞誉为Top in Passion and Fashion,日本招日新闻评价为天生表演者。 9月,于上海举行演唱会,成为首位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,连开两场演唱会的华人歌手。 11月,于香港电台举办的千禧十大演艺红人评选中,明列榜首。 1999年至2001年,张国荣拿片中国艺坛多个最高奖项,包括最佳流行歌手、亚洲最杰出艺人等大奖。 2001年8月,他受邀担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,第一任音乐大使。 2002年,获得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,金曲银熙荣誉大奖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啦。 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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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